最终连梅西也无法再继续承担起带领迈阿密国际前进的重任了 这位36岁的巨星在加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俱乐部后连续征战 过度劳累 现在是他需要休息的时候了 2023年7月15日 迈阿密国际正式宣布与梅西签约 合同为期两年半 这位阿根廷超级巨星如同一个神明班被迎接 球迷将其视为一个能够改变球队和整个MLS联赛历史的超级英雄 而梅西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在首秀对阵墨西哥蓝十字的联赛杯比赛中 梅西替补上场并通过一个漂亮的任意球进球 帮助球队以2比1获胜充满了激情 从那时起 每当梅西上场并承担起球队的责任时 他都会闪耀并为迈阿密国际带来胜利 即使有些比赛非常艰难 在连胜9场的记录中 迈阿密国际凭借梅西的出色表现所向披米利 这位阿根廷超级巨星在这连胜记录中打入了11球 并有三次助攻 有了梅西 迈阿密国际在2023年联赛杯中获得了他们历史上的第一个冠军 他们还进入了美国公开杯的决赛 并有很大可能获得第二个冠军 在美国职业大联盟比赛中 梅西为迈阿密国际在对阵纽约红牛队的比赛中打入一球 帮助球队以2比0获胜 他的进球帮助迈阿密结束了在大联盟连续11场比赛不胜的颓势 他们以21分排名东部地区第14位比多伦多多出2分 显然 迈阿密国际完全依赖梅西 而在没有这位阿根廷超级巨星的情况下 他们无法发挥出色 但他们也不能过度依赖他 梅西只是一个人 而且他已经36岁了 尽管梅西的比赛方式不需要太多体力 但他也无法连续参加比赛 事实上 在对阵纽约红牛队的比赛中 梅西是替补上场 并在下半场上场 而在最新一场对阵纳什维尔的比赛中 他却必须从一开始就上场 并打满了90分钟 可以看出 体能下降使得梅西无法再创造奇迹 这位阿根廷超级巨星 在场上主要是不行 偶尔有一些加速的动作 但也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 根据统计数据 梅西在这场比赛中仍然是最出色的球员 他在Sofesker评分为8分 射门两次命中目标 7次过人成功5次 出球93次 传球准确率80% 有两次创造机会 5次传中 4次长传 14次对抗成功8次 被犯规3次 然而 梅西无法像往常一样 为迈阿密国际带来胜利 这是他加盟这支球队以来的 第一场为胜利的比赛 与纳什维尔的平局表明 迈阿密国际 现在需要让梅西得到彻底的休息 自从加入球队以来 他一直在不断奔波 并为迈阿密带来了全新的面貌 但为了让梅西能够长期并有效的贡献 需要小心地使用它 现在的梅球王就像一台全能机器 可以帮助迈阿密国际赢得荣耀和胜利 但任何机器都需要休息和维护 因为如果一直让他运转 最终会有一天他会完全损坏 未来 迈阿密国际将在至少三场比赛中 失去梅西 因为梅西将与阿根廷国家队一起参加 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的两场比赛 对手分别是与厄瓜多尔和波利维亚 比赛将于9月8日和9月13日进行 尽管这是国际比赛日 但美国职业大联盟比赛仍将正常进行 因此这支球队必须学会 在没有梅西的情况下生存 梅西已经显示出过度负荷的迹象 让他上场比赛也未必对迈阿密国际有好处 现在是主教练塔塔玛蒂诺 考虑没有梅西在场时的备选方案的时候了 梅西为阿根廷国家队比赛的阶段 将是他试验和找到答案的机会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